我对扬州充满了期待 这次的目的最主要就是美食之旅 虽然昨天晚上瞒得很晚 希望这次呢 在扬州呢 可以让我看到很多心仪的东西 慕名已久的东西 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 自汉唐以来就是富甲天下的商业中心 腰缠十万贯齐鹤下扬州 扬州的繁华与美丽 让历代的文人雅士和富商巨国神宝 连皇帝也不惜周急劳顿 一次又一次的流连忘返 你看他音符好舒服的呀 商业繁荣催生五行八作 扬州的手工业名闻天下 其中锄刀剃头刀和修脚刀 被誉为扬州三把刀 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 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台湾客人 扬州名厨准备做一碗本地特色的阳春面 面是碱面 有嚼头 锅是生铁大锅 下锅一分钟后捞起 这是扬州人最爱吃的家常面食 这碗看似平淡的光面 能打开台湾名厨的胃口吗 下次要准备您请 冷老师你好 欢迎来扬州 面的味道怎么样 我是这一次你的扬州米饰自行的 米饰向导 谢谢你陈师傅 今天的这碗面 让我吃起来觉得很有家乡的味道 我们这个扬州的营兵馆的这个阳春面 它最大的奥妙就在于这个汤 这个汤呢 它是不用味精 它是用当地的和虾 和虾天然的晾干以后 用鸡汤给它煲出来的 和火炖 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 要两个小时 明义食为天 菜以汤为先 我把它背起来 一碗暗藏玄机的阳春面 启动了人全眉的扬州美食之旅 阳春面的滋味还在舌尖营绕 徐徐展开的美景 已经把人全围带入了唐诗宋词的意境 寿西湖原本是扬州城外的一条河道 明星石因盐商们在沿岸大造园林 成为一条美不胜收的水上园林带 扬州是月亮最多的城市 只在同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16个月亮 所以叫月亮之城 清朝末年因曹运衰落 扬州繁华不再 但精致的慢生活传统却保持下来 扬州人喜欢到附近的茶社吃早点 如果是款待贵客 则一定要去野春茶社 这里的点心最丰富 扬州人称之为早宴 所以扬州的居民早上就喜欢这样 扬州早上都是皮包水 晚上水包皮 我有听过 是啊 所以皮包水就是我们喝水 吃早茶 对啊 吐皮包 包着食物 喝茶吃点 这个地方野春有两三百年的历史 也是过去文兰雅市经常聚会的地方 这个店在台湾也分化了 可是我现在吃了这真假以后 我告诉你 原来我在台湾也吃过这样的真假 就是野春的 我今天来到真正的大小地 下完汤包 请慢用 轻轻提着 往旁边移到边上 是 先开窗 再喝汤 藕粉圆心里甜 左三圈好运来 右三圈幸福棉 再来三圈 何家大团圆 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 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 扬州一年四季都是诱人的 秋天的扬州是一部色彩交响曲 而对厨师 任全梅来说 菜市场里的色彩最动人 用当地食令食材烹饪印记美食 是淮扬菜的一大特色 这和任全梅崇尚的法餐理念一致 中西两大美食 时有相通之处 就是炎炎固 你看他这个 去的比厨师还快点 大姐你拿这个又是谁 芋头 芋头洗过的 去了皮的芋头 烧肉 烧肉先来回去 烧肉 你喜欢烧肉吃 烧肉是烧肉 鲜鱼 芋头子 硕硕 刮刮酱 哦 这个皮打开就可以吃了 能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你猜猜 猜猜这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食物很奇怪 叫鸡头米 像不像鸡头 真香 炸手啊 可以 我刚刚看到的那个 我就看到这 真是好奇怪 我们小时候就吃里面一个豆 对 现在这个好准的果仁是轻火 降血压 也可以吃的 也可以吃 当水果吃 对 这怎么吃啊 这怎么吃啊 这要把它弄开的 看姐这怎么吃啊 要把它弄开 咬开 咬开 咬咬不得开 来 上鞋一下 咬吧 这个太硬了 杨州地处北纬三十度附近 气候温和湿润 四季食材不断 即便是寻常百姓家 一日三餐也要应食而变 不过在杨州 有一道美食不分季节 一年到头都可以在街头品尝到 接近午饭终点 杨州的大街小巷 纷纷推出了卖盐水鹅的小滩 当地叫老鹅滩 每家老鹅滩都有固定的地点 也都有自己忠实的顾客 杨州人耗食盐水鹅 一天不吃就想得慌 在杨州 盐水鹅几乎与寿西湖齐眠 一只鹅几份卤 即使是街头小时 制作上也绝不满 很麻烦 这个东西要用心去做 要用心去做 肯定的 你们用心就不会让人家忘不了 我留了 喝酒 太好吃了 不好意思啊 我先吃 吃一吃 作为一名经常以鹅入菜的法餐厨师 人权为对鹅自然有特殊的兴趣 为了探究杨州老鹅的美味秘密 他来到了城外的养鹅场 我们这边的 一种中心的 主要是那个 四种 保种 一种 杨州水网密布 大片的湖泊和水塘 为养殖家禽 提供了天然的基地 杨州人认为 鹅食草是健康食品 制作老鹅都是在深夜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味道新鲜 现杀现做 然后下入柴锅炖煮 锅里有老汤老卤 这老汤又十五年了 这时候这个锅开了 鹅下锅的时候是大火 然后翻过车就要小火 慢慢闷炖 这个鹅炖出来再香 每家盐水鹅的老鲁 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 制作盐水鹅 最繁琐耗食的环节 是手工拔锅 盐水鹅是 扬州街头美食的绝对主角 也是扬州人 酒席上不可缺少的 一个配角 不可缺少的